翻身歌这首乐曲 表现了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和对生活的向往 大家听出来 它是运用了山东河南一带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的 大家要注意在这个段落当中表达的是一种喜悦的心情 它的句法要分得很清楚 有很多句子都是从后半拍起的 大家还要注意滑音 像两个都是在一个外弦一个里弦有一个对比 一般在北方的音乐当中滑音都很大 而且在表达比较愉快的心情情绪的时候呢 是一般都是快速的滑 如果慢的话 就显得非常扭捏了 就没有北方人那种非常质朴痛快的这种性格了 另外呢 那在这段大家还要注意音乐形象的划分 大家可以试着听一下 在这个句子音乐的情绪转换了 形象变了 前面是一种大家都欢天喜地的一个场面 那这个地方呢 就好像是某一个人物跟另外一个人物在对话 那么这对话越来越愉快 越来越高兴 下面呢 又是一种带有一种灰泻的情调的色彩的句法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滑音做的夸张一点 把句子的动机分的再清晰一点 公子不要演奏的太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段落的结束 大家要注意有一个渐慢的快字的渐慢的变化 除了速度的变化 大家还要让音色啊 运功啊都柔和下来 因为下面要进行到一个诉说的慢版的段落了 第二段表达的是一种诉说回忆的情绪 它的音乐形象就好像是一个保金风霜的妇女 好像拿着一件血衣在回忆他那些死去的家人 他们的苦难 一句一句的讲述着 所以在这个段落演奏当中 我们要把句子分得像在说话一样 一句一句的 特别是有一些滑音 大家要注意 在表达比较欢畅的情绪的时候 刚才我讲过滑音的速度一般都比较快 但是在表达非常伤心苦难的情绪 低落的情绪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的滑音的过程就很慢 用它的这种音和音连接的过程当中 下落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 去把这种内心的凄苦表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样 在这个段落演奏当中 大家看到我很多滑音都滑得很慢 而且配合了一些柔弦的变化 就好像人们在讲述一件事的时候 他在讲一句话的时候 他会有他的一个重点表达的一个重音 比方说 你受苦了 他可以把你这个强调的音节放在受苦了 也可以说 你受苦了 你也可以说 你受苦了 所以我们在处理音乐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以非常活的 你可以根据你对音乐的理解 把你每一个句子的排列 它的强弱的对比的排列 根据你所要表达的情绪 把它表达得非常顺畅就可以了 另外呢 大家可能听到了 我在两个句子之间 可能有一个句子的运功非常连贯饱满 而在下一个句子呢 又是四段非段的 力度和柔弦都有很多变化 这就是我们抓住 他这个段落当中的这个音乐形象 这个妇人在讲 有的时候讲的情绪很激昂 有的时候很低落 有的时候很伤感 像这个地方 就这样一个淡淡的连接 就可以把他内心的那种 当时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的这种 无助的感受 就会感觉表现得出来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 我理解这个段落 我们可以假设 它是一个第一段 大家非常高兴奔走相告 一起去开一个庆祝会 那么到了这个庆祝会上 大家谈论着今天 明天美好的生活 得来的翻身的幸福 但也不免会想起 过去的苦难 就在这个段落 谈到了苦难 那这个时候的整体的场面呢 可能主体是讲话的 这个妇女 那听众呢 不仅是你我 还有当场的那些 另外的乡亲们 所以有的时候 在句子的对比上 我们可以做一些强弱的处理 就好像他在说一句话 众人都在附和 好像这个地方 刚才这两个句子是一样的 第二句子呢 音符加的密了 加了点花 加了一些电弓 我们就可以在力度上啊 这个音试上 做不同的处理 好像是这个里面的形象 不仅是一个叙述的主人公 还有在场的很多乡亲们 这样这个音乐呢 就会让你感受到 是一个丰满的立体的 整体上这个段落呢 大家都可以 我建议是 多唱一唱这个谱子 在这个音乐当中 去找到他的这种音乐形象 他当时的这种情绪和意境 大家要注意演奏 民间特色比较浓的 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呢 往往他会有一些戏曲啊 曲异的这个音速借鉴进来 所以在我们地方呢 戏曲啊曲异当中 它是比较讲究 讲究句法 讲究节奏点 所以我们不要 去用规整的句子啊 对称的去处理它的停顿 也不要把每一个句子 都演奏得非常流畅连贯 那么这样一种诉说的 凄惨的这个情绪 就表达不出来了 在这个段落的尾声当中呢 应该说是到了一个华彩 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这个叙述的主人公 一个情绪变化到最高潮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用 运功当中的力度变化 速度变化 把这个音符排列的 更贴近它的情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个段落当中啊 大家可以重点的练习这一句 我觉得这是这个乐曲当中的一个高潮 也是一个转折点 比方说刚才我有滑音的处理啊 一边柔弦边滑的处理 加上我的力度变化 就会有这种情绪的这种收放 在这个情绪的这个张力 到达高潮的时候呢 通过最后一个音 一个气口一转换 又回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场面了 那在现在这一段呢 大家要注意要演奏的情绪非常饱满 那么通过对苦难过去生活的回忆 那大家会更珍惜未来美好的生活 全曲呢 在最后大家注意 呃 节奏的速度不要泄露下来 整个的气息要连贯 句法句式都要非常的充沛 这样呢 这首翻身歌不只会唱昨天 也会唱今天 更会唱明天 好 下面我就连续的演奏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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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